为什么弹道导弹不用飞机空射?这里告诉你原因。 导弹依照飞行模式分为巡航式导弹和弹道式导弹,二者使用不同的发动机,也具备不同的飞行模式。 最典型的弹道导弹就是洲际导弹,它们使用火箭发动机,整个运行轨迹如同一个向下开口的抛物线。 因此,弹道导弹运行轨迹单调而又固定,飞行过程中无法自动调整速度,也难以做出较为灵活的规避动作,在使用时必须要经过周密计算来得出弹注点。 战机本身飞行速度很快,使用弹道导弹很难把握发射时机,稍有提前或延时,就可能造成很大的误差。 弹道导弹使用的火箭发动机固然动力十足,但是使用会产生的高温和高压,这对于发动机的耗损是很严重的, 这就导致火箭发射发动机是不能持久运行的。 在实战中,战机一般是不能做到抵近目标发射导弹,这时就必须要保证导弹在空中被发射以后能较长时间保持正常运转,这类需要长时间飞行的空射导弹显然不能使用弹道导弹,而应该使用巡航导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